crime 不只是ETC的問題 我想這一次以來 我們的政府一直大力的推動 我們的開放 但是我們看到政府開放的資料 其實反而不是政府的資料 而是先把人民的個資 拿來做大量的開放 那其实过去就是目前已经开始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趋势了 那我想ETC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问题可能只是冰闪一脚而已 那到底在没有任何的一个法律的依据以及没有当事人的同意情况底下 那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包括说像这个ETC的话的行车记录 是这个资料可能是从远通这边的企业所提供的 那到底他们如果是在没有当事人的同意情况底下 那为什么可以把这些资料开放到网络上面 在没有人民同意的状况之下竟然把我们的资料做这样子的公开 这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的 没有经过任何的同意没有任何的授权 然后虽然说刚刚前面有解释有部分做隐匿的部分 但是其实只要你是有心的人士 你还是有办法可以在经过一些推估或者是一些其他资料的辅助的状况之下 你是可以去推出来说你需要的一些资料 或者甚至是可以到去指涉去指涉到是哪一个用户的 所以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式新闻议题中心B&N 公民心动营记录资料库以及灿烂时光节目 联合直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我们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9点半会在公式新闻议题中心B&N的网站上面会直播 之后会在公库的网站直播 那在礼拜五的晚上会在中正大学金森金市广播电台灿烂时光节目来播出 今天比较特别我们今天到了这个是高教工会跟公民心动营记录资料库的联合办公室 这是我们要一起来谈的 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其实是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最近这里有一个概念出来 这个概念叫做Big Data 叫做所谓的大数据 或者是在更早之前有人提到所谓的开放数据 Open Data这个概念 那我们看到很多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商业机构 或者是很多的研究机构 他们开始去用所谓的Big Data 所谓的大数据 甚至一些开放的资料库去做一些研究 甚至在做一些行销 或是在做一些人口的特质 或是一些人类行为的这些调查 不过这些资料虽然看起来是很有用 可是它会涉及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涉及到个人隐私的这个问题 所以前一阵子 台湾人权促进会 以及油美女女立委办公室等等的团体 其实在立法院开了一个记者会 那这个记者会其实是针对远通 他们会要去提供ETC的这个相关的资料 然后这个资料是可以让民众自由下载的去使用 来提出的一些质问 这个质问最主要是 这些开放的资料 这些open data 是不是会涉及到所谓的个人隐私权的问题 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 就跟大家邀请到的是跆拳会的成员 也是个人资料保护联盟的成员何明轩 来跟我们谈这样一个话题 明轩你好 管老师好 然后各位灿烂时光会客室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明轩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当天在开记者会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说高工局他把ETC的这个资料库 然后放在网络上让所有人去下载 那其实这个消息我们在事前是完全不知道有这样的状况 那所以那个消息传来之后我们其实蛮讶异的 你是说这个资料库已经开始让民众去下载 已经它已经在开始使用开放下载的时候 我们其实才得到这个消息 对那我们就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们就去上网看了一下说这个资料库 到底实际上它开放出来的形式是长什么样子 这是一个我们希望可以先检视一下它的开放资料的状态 那另外一个当下的疑虑就是说高工局你要使用这个 ETC的资料就是上面的行车记录的时候 你有没有先去跟这些ETC的使用者有说过 你会把这些资料做某种处理之后拿来做其他的利用 那我们仔细的去就有详细的去调查了一下 其实没有发现说高工局它有做过类似的承诺 或者是就是对民众有这种协议 那所以我们一来觉得说它既没有征询过民众的事先同意 就把民众的资料都开放利用 二来就是说那我们实际上去看了那个资料库以后发现 那个资料库的某一些资料的确是有一些问题的 那基于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出来说一声说 你高工局今天不能在这样的状况下 在一个没有合理管控隐私也没有做合理管控的状况下 然后也没有真的事先同意的状况下 你就要去做这样的做这样的动作 我先承认我是有装ETC的 那刚刚明炫提到的说是不是有事先去询问过我们这些使用者 有没有去愿意去开放这个资料 我的印象里面是没有 但是也许我们在签约的时候 或者在办理的过程当中 它可能会有一个定型化的契约 但是绝大多数人可能都跟我一样 大概都不会去仔细看那个定型化的契约 我不知道在这份有没有也许待会明炫 可以来再给我们做进一步的说明 但是我想要先再进一步去讨论之前 可能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也许可以跟我们做一些说明 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在很多年 十几二十年前台湾的资讯界 其实包括一些网路的朋友 他们其实都不断抢在这种open data 这所谓的开放资料 或者是更可能有一部分概念是开放原始码等 那我们知道最近这几年开始有所谓的大数据的概念 大数据其实也不是什么太新的想法 它只是说把很多资料重新的再去整理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叫做开放资料 什么是open data 开放资料这个 它的来源其实刚刚老师有稍微提到了 这个开放资料最成功的一个案例 就是开放原始码这个运动 原则上它就是一种讲求说你的资料 或是你的技术可以在 也不能说技术 就是你的资料可以是互通可以互相操作的 所以开放资料它原则上它会有一些它自己的定义 就是怎么样的资料它会是一个开放资料 那至于说这个定义是怎么样 其实还是有争论啦 就是有些开放资料的社群它会觉得 或是promote开放资料的人 它会觉得说 譬如说你要全面开放 然后你要开放出来的资料要完整 然后你的发布的资料要及时的 那你要能够让所有人都可以碰到这个资料 那这个资料也必须是极其可读的各种 然后你的这种资料的释出 你必须是不能做特定的限制 就是说你不能够限制我只有做商 不能做商业用 你只能做其他的用途这样子 是不可以做这样的限制 那其实这中间 到底该符合哪些原则 都还是有争论的 那但不论如何 现在在台湾 如果你要谈开放资料 大家好像比较容易接受的 基本三个原则 大概就是说 这个资料一定是要 机器可以辨识可以处理 那这个东西 其实之前在柯P大选战那个时候 其实已经提过很多人在提这个东西 说柯P很聪明之类的 所以一听就懂 所以就是机器可读或可得 这是一个原则 那另一个原则就是说 你的资料要是可以再利用 然后可以再传播 可以再继续散布出去的这种授权 你的授权 政府那些开放出来的授权 它必须是长这个样子 那第三个就是 刚刚所说的 你任何人都可以再利用 然后你不会去限制说 你的使用者是谁 然后你也不会去限制说 你的使用者是拿来做什么的 那我说的这三个原则 是目前在台湾的开放资料 这边比较容易看到的 三个大家都接受的一个原则 那一份资料 如果它要是开放资料 它就是必须同时符合这三个原则 它只要违背了其中一个 那这个资料 其实就不能说它是开放资料 这样子一个开放资料 其实是希望这些资料 甚至是智慧 它其实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公共化 那可是这个公共化化事实上 它就有可能会涉及到私人的私隐 就是所谓隐私的部分 那这两者之间 开放资料跟个人隐私之间 会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冲突呢 其实现在有很多开放资料 它我们也有做了 我们台湾自己就自己而言 其实也产出了蛮多开放资料 来完成的一些可能是商业的案例 可能是一些民众自己 因为基于它觉得对这个社会 有一点期待 所以它就利用了一些政府开放的资料 来完成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例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实价登陆 实价登陆 这样一种在一般民间的一些駭客 一些高技能的这些电脑资讯的朋友 他们其实就把这些资料拿来做 这种所谓的一个 刚才说实价登陆 或者是像这个违建的这个所谓的分布图 对 违建的分布图 违建分布图跟实价登陆 或者是说蒙点 这种用教育部的轨字典 它做出来的 那个比较容易使用的一个字典 或者是说像之前八仙城报的时候 有很多人去整理出那个商网的 哪边需要资源会入的那个分布 那或者是说最近有一些气象资料 也开始有一些民间的人士运用气象资料 去把这些开放出来的气象资料 去做进一步的分析这样子 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觉得很好的利用 那我们会觉得有问题的当中就是说 你因为刚刚提的那些东西都跟个人资料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那跟个人资料比较有关系的像是什么案例呢 像是最近台北市开放了一个犯罪热区的这种分布 那这种分布一出来之后 其实有一些听到有一些声音是说 你开放这些还不够 因为你要做到好让民众安心的话 你应该要把谁过去曾经是犯人 谁曾经做过坏事 就是像美国那种每根法案的做法 这也太开放了 对对对 像这种东西我们是觉得 如果你基于一个隐私权 是一个基本人权的顾虑 然后你希望让这个人还有一点希望的话 你不应该就是连这种东西都开放出来 也就是说涉及一些很敏感的资料 譬如说犯罪资料 譬如说健康资料 对 那我们会认为说 一来这有两个层面 一来是说你这些资料 本身比较敏感的资料 你要做开放资料之前 是不是能够先 是不是你政府有没有权利去处理它 这个是说 因为开放资料你要先做去识别的动作 那你有没有权利去做去识别这个动作 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了 那之后释出来的资料 有没有问题 那是另一个层面 那我觉得这两个层面 因为同时要顾虑到这两个层面 所以跟个人有关的资料是比较 比较难开放的 其实现在我们虽然在讲所谓的开放资料 其实这种所谓的个人资料被商业化的使用 其实我想很多人小时候恐怕都有很切身的经验 例如说补习班通常会去要拿到这个学校的毕业纪念册 那它就是一些资料 那或者是说我记得在有些国家 那他们的这种所谓的提款机 你把那个所谓的信用卡插进去之后 它就会去开始计算你的消费的行为 那计算你的消费行为之后呢 它就会去推出一个跟你有关的商品 那直接在这里去吸引你去购买 因为它绝对是跟你符合的 那当然这是变成是一种在商业行销这部分 那其实可能包括隐私的贩卖 侵犯或者是所谓的隐私的贩售等等的问题 那ETC这个例子来看的话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它对个人的隐私造成什么样的侵犯 你们为什么要去反对呢 其实我再补充一下刚刚说的一个 就是开放资料 因为它要符合我刚刚说的那三个 至少要符合那三个原则 现在大家接受的一个定义 那所以它开放出去之后 其实是没有办法限制用途的 那我刚刚会说如果有隐私疑虑的资料 还不适合开放的原因就是这样 那ETC这个例子的话 其实有三个层面的理由啦 那就资料本身而言的话 这其实也不能独立谈 其实是环环相扣的 但是就资料本身而言的话 我们去试过在大概深夜的时段 或者是一些车流比较少的 侦测站的那个路段 它 尽管它已经删去了车牌 但你用一些很原始的技术 就是我们其实没有一个很专业的统计分析的技巧 那但是你用一些Excel的排序 或者是说比对重复的功能 那你其实就可以去辨识 就是你倒不是说辨识出来 而是说你可以去确定说 某几辆车在什么时间 然后它从什么路口上去之后 它会在什么路口下去 就是那个通过那个ETC 那个蓝色的那个灯光的那个拍照的地方 比如说我知道 老师你今天2点15分 深夜2点15分 开车上了某个闸道 然后经过了某 那个闸道就是对应到某个侦测站这样子 那经过了那个侦测站的时间 大概是比如说2点15分 那我就加减3分钟这样好了 那我想要知道说你从哪边出来的 我今天就是survey了那个资料 那其实尽管他把车牌删去了 但是因为我知道说老师你进去的大概时间 还有确切的地点 那如果有去看那个资料 就会发现说要得知那一台车 就是在那个深夜的时段 通常只会有不到同一个那个时间间距里面 大概只有不到5台的车会在那附近经过 那如果是一些 这还是一个路况车况比较多的时候 那如果在一些车况更少了 你可能一整个 因为他的资料库是用一个小时做区间 你可能整整一小时里面一个侦测站 才有两台车经过这种东西 那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只要你有 我知道了老师的其他资讯搭配上这个东西 我就算不能够 因为很多人在说我要单一识别才算 那其实我们觉得不一定要到单一识别 很多人就是让我 很多人就是觉得 我就是不想让人家知道我可能会去哪些地方 那今天可能有五个可能的地方 但是我就是都不想让人家知道我可能会去这些地方 那这是一个我们资料上觉得有问题的地方 那另一个地方就是说 好那你交通部高通局你宣称你去识别化了 你宣称这些资料没有问题 证据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这个我们在新阶段没有看到任何一个 把资料 含有各自的资料去识别化的一个机制 那个机制今天高通局他今天这个 他释出这个资料他找来的是窄本桥做保证 说窄本桥看过之后觉得没有问题 那是一个专家看过的东西 所以他们有一个公信的机制 他们有一个公信的机制 也没有一个第三方的机制来去确认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 我觉得这其实还蛮严重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回过来谈 刚刚你有提到说 我们其实是可以透过你什么时候上高速公路的时间 然后去做相关的推测 那当然有些路段例如说像这个二高 那二高其实它相对于它这种路段车流量并没有那么高 所以它如果是在深夜的话 这个其实是很容易被有可能是被辨识出来 但是说实在的没有人有这么闲 或者说谁会这么闲去做这件事情的 那这个问题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我想很多人其实就觉得也还好嘛 就是大部分都没有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要去因业费时 或者是真的能够去查得出来 每个人都有柯南的这样的能力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过来讨论这个话题 好 查了一下这个收费单里面的相关规范 应该要给我收费单 还应该要给我 足以让我辨别我在哪些路段行驶过去资料 让我知道你的收费是不是可以 但是我没有接过这样的资料 或者接过发单 发单上面会有一张照片 也就只有一张 我只能知道我在一个特定的点 我没有办法找到我行驶的特定路段 我当然也不会去头发去记忆这件事情 那我像远通或者是像高工局 要这样子我自己的行驶路段的资料 他们都给我 然后要向我收费 现在他们要把这些海量的资料 也就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行驶路段的资料 做一个去识别化 然后可以让全球各地的人下载 我相信大家应该听出来 这其中的荒谬性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响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司新闻引体中心PN 公民心动营记录资料库 以及灿烂时光 节目联合自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我们在每个礼拜五的晚上 在中正大学今生今世广播天台FM88.1 会播出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九点半 在公司新闻引体中心PN 我们会有现场的直播之后 会在公库跟PN的网站 我们都会有完整节目的播出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这个议题 其实我想跟绝大多数的开车组 大家多数的用路人 其实都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我想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好好的处理 没有好好的谈清楚 甚至没有好好的去阻止它 去修正它的话 我想很多人的隐私可能 就会受到更大的影响 最主要是因为高工局的交通部 跟这个远通 他们其实是可以把个人的EDC的 这个资料 这个用路的资料是可以下载 那也可能透过某些的 这种所谓的计算跟辨识的过程 就可以去掌握民众的行踪 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我们一起来聊的是 台湾人权促进会 台拳会的成员何明轩 跟我们来谈这个话题 明轩你好 管老师好 然后各位 参覽时光会客室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刚刚我们有提到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就是说 其实你刚刚提到说 ETC这件事情 其实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资料其实它是可以去计算出来的 去推论出来的 第二个当然 这个所谓的认证的 所谓的去 这个所谓的标示化 去这个所谓的 它本身的这种所谓的标示化的 这样的一个机制 其实就是宅神来帮我们做建议 这个我听起来是蛮离谱 这个跟宅神本人 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跟他没有关系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 这网路上面真的很强 这没什么好好说 可是作为一个国家机构 对不对 作为一个交通部 这个务工局 那这些资料开放 怎么会是有一个个人呢 就是我们如何去相信一个个人 那甚至没有第三方 那刚刚提到说还有第三点 对吗 还有第三点 第三点 第三点其实是这个标准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 刚刚说我们国家 他其实没有一个第三方 或是一个相关的认证机制 那其实 就是蔡玉林他有宣执 就是在大概四个月前 我们的中委员蔡玉林 他有发布了 就是标准局有发布了一个 CMS 29191的这个标准 然后他的标准上面 就是写部分匿名 其部分去连结 鉴别的要求事项 这样子 那其实 在那个 有一篇报导里面 就ITM他去找了 蔡玉林政委 去做了一个访谈 那 访谈中那个 蔡玉林政委 他是说 就是这两份标准 这一份标准 跟这个29100 这个隐私权框架的这个标准 他是作为 日后开放政府 就是政府开放资料的时候 他可以参考的依据 那我们觉得 其实有看过这两份标准 就会知道说 这个一来 这个隐私权框架 其实问过 已经不只有一个 专家学者跟我们说 这东西根本就不是 拿来验证的东西 那其实你去看了相关的资料 以后你就会发现 你去看了他的内容 你就会发现说 他里面其实就跟你提到说 一个隐私权保护 应该要有的什么 基本概念是什么 这样而已 那个基本概念包含说 一个隐私权的保护里面 应该会有 所谓的资料拥有者 资料控制者 这些名词 代表什么意义 感觉是一个 法学概论 资讯素养的内容 对 一个定义的 对对对 他就跟你讲这样 然后这个东西就 其实就更离谱了 因为这个东西讲的是 部分匿名及部分区连结 什么叫做部分匿名及部分区连结 意思就是说 这个资料 这样子的资料 它还是在某些时候 它可以被重新识别 重新再连结 因为它只是部分的 那他讲的其实就是说 你拥有一个这样子部分匿名 部分区连结的资料 你应该要做什么样机制的管控 让这些资料可以好好的被保存 管理利用这样子 但他讲的不是开放资料这一种 开放出去之后 没有办法限制用途 所以你理论上应该要 无法再被识别 应该要是一个匿名的资料 他讲的其实不是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你政府今天不能够 拿这种假的标准来套 就是这标准也不是假 而是说你拿一个错误的东西 去不对的东西去套到 另一个东西上面 那刚刚老师也有提到说 就是这东西有这么严重吗 这样就是说有办法 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做辨识吗 或者说第一个是有没有 那么多时间啊 第一个是说那个资料 是足以辨识的资料吗 你刚刚它又没有车牌号吧 它只是几点几分 从哪个交流到 或是经过了哪个Tag的杂道 那它就有办法去辨识吗 这不就是一种所谓的 去识别化的做法吗 对 但是我们今天的问题 就在于说 我今天是个 其实没有什么技术的人 我去try这个东西 只有用Excel 那所以在技术面上 首先在技术面上 这不是一个很难达成的事 因为你那个路口的资料 其实就只有几十笔到上百笔 可能最多不会超过 在车量少的时候 不会超过一千笔 那这种时候 这个资料其实是相对好处理的 它不需要技术门槛 那二来就是说 这个资料到底重不重要 我觉得这个问题 人民当然可以 每个个人可以问自己说 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到底重不重要 很多人会觉得不重要 我们也都知道 那问题是说 你今天政府在开放一个资料的时候 在利用人民隐私的时候 利用人民的个人资料的时候 你不能存着这种心态 就是说你不能因为很多人觉得 我损失一点隐私 也没什么关系 然后你就便宜行事 那然后打着公共利益的大名说 我今天要把这些资料开放去做交通 那公共利益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再谈到底是什么 然后公共利益本身 到底跟开放资料有没有关系 也可以再谈 那至少政府在利用人民资料的时候 他不能用这样子敷衍的心态 去说预设每个人都觉得 这个人是 这些资料是不重要的 他应该要尽力去避免 这种可能会被再重新识别的状况 那因为可能就是有很多 基民人士、基谣人士 他就是不愿意被人知道 那你政府理当要避免这种状况 就是如果从我们做媒体的角度 做新闻的角度来讲 其实这些资料对我们是蛮好的 对 我们只要知道某个艺人 某个明星 或是某个政要 从哪个地方什么时候抒发 那我就有可能去掌握了他的心中 那当然就是要看你这个 有时候去跟肩 我觉得从媒体的新闻角度来讲 他会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但是这个资料取得 他当然就会有某种的争议性 就是谁会去用 以及什么样的会用 他可能的问题就会不一样 那当然是这是一个私人的资料 可是如果这样子谈下来 我觉得解决方法很简单 就是因为从高工局 从交通部的角度来讲 他是说这个资料的一个目的是做什么 就是希望能够去做流量的分析 对 那就做流量的分析 那是不是就是不要让大家自行下载 那就由政府去做一些统计 去做一些计算 去做一些模拟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呢 对 其实 这当然是一个解决方式 因为 但今天政府就不是这样做 他 开放 他 因为现在 那一天记者会高工局是说 有一些民间的人士 一直在 希望高工局把这一部分的资料开放出来 那 希望 开放出来民间人士是要做什么 例如说 不知道 我们知道有些app他会去用吗 可是app其实他 他也不见得要自己去做 这种所谓的big data的这个计算 高工局他就提供 但我不知道那个民间资料 他指的是什么 或是谁 会需要用到这样的一个民间 民间的团体 或是机构或是企业 会去用到这种所谓私人的资料呢 民间几国岛不一定是会需要私人的资料 或是说他可能也不愿意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接触过 那我无法先预设说 他们要的是不是这种高工局 现在释出的这种有问题的资料 我们觉得有问题 那至少那一天 听起来 是有这么一群人去跟高工局拿资料了 那高工局 其实我们也觉得高工局 你在一个国家没有这种相对应的机制 就是去保证说一份资料是没有问题的状况下 你其实不应该开放这种东西 你有很多方式可以处理 像刚刚老师说的申请 你去审核一些来的提申请的对象 它的申请计划内容 然后你看它怎么用 那我觉得未尝不可 就是说像国电机相关的资料 对啊像我们的健保署 或是那个卫福部常常在做的事情一样 我觉得未尝不可 但今天你开放资料 就是不会有这些步骤 因为开放出去 你就开放资料 你要符合开放资料那个定义的话 你就不能去限制对象跟用途 所以你不能说 这个用途我开放那样下载之后 我这个用途我宣称 那你们就只能拿去做公共利益交通建设 你不能预设每个人都是好人 这样的状态 所以 在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政府机构里面 其实已经有类似的这种所谓的 这种所谓的资料 私人资料提供 但是它可能去试别花 可能包括一些基因的研究啊 包括一些 这个所谓的身体健康的一些 人口特质的统计就有了嘛 但是他们都是就是 按照你的说法 还是必须要去逐步的申请 那在申请过程当中 他要去看你做这件事情是公共利益 只是现在公共局的做法就是很简单嘛 如果你要去解决这问题 就close起来 那如果需要人去申请等等嘛 那他不是大家随意的下载 那其实我觉得更有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难道这种所谓的随意的下载 然后它其实跟个人资料辨识 是有高度的关联性的 这样的一种做法 它没有违反个人机密保护法的问题吗 这个我们觉得它就现在的利用而言 当然是有触法的 那公共局它那边的解释是说 因为这个现在政府单位很容易的 很容易出现的一种解释是 我这个资料释出我宣称我去识别化了 我去识别化之后 因为它不会再连接到个人 所以这个资料不再是个人资料 所以它这个资料就不再是个人资料保护法的管辖范围 那我们觉得不能这样看啦 因为你个人资料保护法规范的是 从事前到处理前 收集之后的处理都算在个人资料保护法的规范范围内 那你就像刚刚一开始说的 你公共局要把这个资料拿来用的当下 拿来做去识别的当下 你就要说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了 而这件事本身其实不一定是公共利益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open data 开放政府 然后会让政府更透明 然后让人民监督 然后让商业价值得到更好的利用 OK这些都是开放资料以后可能会产生的结果 但是这些结果不能当做开放资料本身 就是有这么多好处的一个 就是这些理由不是拿来支持开放资料的正当性 开放资料本身是一个很中性的东西 它资料开放出去它没有预设谁怎么用 所以它当然会带来这些好处也可能带来另外一些坏处 所以我们觉得说你 一来 你政府去处理这个资料到底是基于什么 公共利益吗 那个利益是什么 你要用开放资料说不同 那二来就是开放出去的资料 也不见得就是所有人在利用 他们就是商业利用 那今天除非你要接受说 我们的任何商业利用 都有可能是达成了某一种 因为都可能会方便到某些人 那都可能在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什么之类的 除非你真的愿意接受这样的解释说 商业利用也有某种公共利益在 不然的话我不知道健保署 我不知道交通部是拿着什么样的理由去说 ETC的资料可以拿来被使用 这样子 其实我更阴谋论的想法就是 别的单位他们其实是可以 比较是属于限制性的使用 申请性的使用 从来没有这种自由的下载 我其实更阴谋论就是 到底它是背后有什么样的利益的纠葛 对 这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很简单的问题 它其实也不需要搞得那么复杂 而且它事实上是可以让这个资料的 有效性的使用 以及个人的隐私 它其实是可以有一些比较好的这种保护 它并不竟然是一个百分之百冲突的 这个问题是 这个其实是有一个更需要我们再去 特别要关注跟观察的地方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也谢谢明轩今天告诉我们这么多 国外开放资料 以及在这个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看起来是小事 但是它可能对于这个民众的隐私有更大的危机 甚至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好好的去回应 政府这种 我自己看起来是一个非常荒谬的 这种所谓做法的话 哇那以后 我们的隐私 我们的个人资料 恐怕都不是我们自己的 今天非常谢谢明轩 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拜拜 拜拜 我的爱 我的爱 拼命 我的爱 我的爱 世界 还有来不及反显 存在手中的幸福 相适不见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